吴英雄当起影成功独身 民众从赵又廷和Angela Baby手中借到爆米花 兴奋得不得了 困住不大阵仗全是因为皮子英雄 继阵头之后电影票房也破译 导演蔡月勋带着赵又廷和Baby 陪观众看电影 感谢长久以来粉丝的支持 我觉得第二次看比第一次还好看 然后终于可以以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 好好的欣赏这部电影 台湾电影史上第一次有同一个档 只有两部国片一起破译 我觉得这是从来没有的一个记录 真的很难得国片票房同时开出 两部破译的亮眼成绩 仔细比一比以三千万小额打造的电影镇头 上亿时间才短短两周票房就破译 而赤字三点五亿重金打造的皮子英雄 比镇头早一个星期上亿 经过二十三天的宣传催票 也开出破译红盘 漂亮成绩让剧组满心振奋 不过外界更关心的是 皮子英雄何时再拍续集 如果有机会我会尽量去出场 让这件事情可以做好 蔡岛希望能凑齐电视剧原班人马 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先将首部曲推向港澳大陆 催出下一波亚洲票房 TVBS新闻 严瑞晨台北采访报道